彎近小路 車子走走停停 時速不超過30 騎馬賽了五六百公尺 再往前走 停車場兩百個車位 幾乎被停滿一位難求 工作人員 指揮交通 機車 汽車 全擠在一塊 還有遊客 專程包遊覽車 他們全為了這一片金針花海而來 但現場不只想花 幾乎變成了超大市集 哪裡有人 哪裡就有錢賺 烤玉米的 賣把布冰淇淋的 飲料 大腸包腳腸 起碼四五十攤 搶生意 差不多多少人 差不多4 50攤 4 50攤 電動賣 人太多了 對 攤換太多了 走上步道閃花劇 人潮幾爆金針花海 遊客形容人比花多 步道兩側拉起紅色戲繩 有遊客為了拍照卡位跨越紅線 還被當場抓包 那這個有封鎖線可以進來嗎 不知道耶 快出來 我要採花就好了啦 黃澄澄的金針花海花曠不如預期 因為前幾天大雨 現在又是大太陽 加上有的遊客違規 採進花叢裡搞破壞 步道兩邊突一塊 或者花被踩爛 工作人員說 假使情況不嫌好轉 最壞打算 可能等不到母親節 就會提前結束花期 記者全身為李夢張悟彭新 彰化報導 雞蛋 中文字幕——YK